《传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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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我获得巴克利奖的主要成果 就是托普捐体研究 和在托普捐体中发现 两个反常化学院 我们的研究成果 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认可 当然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幸福 这也更加坚定了 我继续充实基础研究 探索物质世界的信心 那么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成果产生的话 不但反映了经济的进步 同时反映了我们的科学研究 也逐渐进入世界 比如说物理学舞台的中央 也能做出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成果来 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一个进步 董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基础研究进步也是一个方面 我们这样的成果可以说 从某一个方面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 也做出了一些贡献 也应该是我们中国物理学家的一个贡献吧 谢谢我获奖的非常让人激动的时刻 也感谢我这个团队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 1880年 由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先生发现的反常霍尔效应 那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呢 是一个反常霍尔性的量子版本 这是反映的微观世界电子运动的一个新的规律 在2008年这个我们开始进入脱部捐体研究的时候呢 这个方向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从2008到2013年 接近6年的时间之内 我们这个研究历史呢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新线到坚固 到去的突破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量子反常霍尔发现以后呢 当然是呢 给我们的科学研究啊 人才培养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 在1819年左右 我带领的团队呢 又发现了一个 通过掺杂实现的这种内柄的脱部捐体 它具有严格的化学配比 在这个材料中呢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呢 很快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 而且是在更高的温度下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材料 另外呢 这几年呢 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提高温度方面 也做了一些新的成果 现在我们几乎提高了一个量级到两个量级的样子 下一个科学目标的话 就是争取解决高温超道激励 或者在解决高温超道激励这个方面呢 做出我们的工钱 对基础研究 科学研究 你不能跳跃 你要把该需要走的路 需要卖的步伐 都要扎扎设计都好 我觉得我们中国 不管从人材的质量 科学研究的条件 还有我们的水平呢 进入了世界第一体力 我们中国的基础研究啊 未来呢 要作严于两个点 通过我们的努力呢 对世界的科学前沿 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呢 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呢 又要考虑着我们各国家的重大需求 通过这个基础研究推进 可以诞生一些新的技术 应用技术 可以直接开创 我们新的一些产业 好像一些新的技术 这两点呢 我想都要作严 既面向世界 又呢 立足中国 已经60岁了 我们呢 还是想继续努力 沿着这个方向 带领着学生呢 继续 找到新的科学的奥妙呢 把其攻击